hello大家好我是羊子招 再过两天呢就是三战双十一限定返场的一个活动 在这个活动呢S2和S3的限定武将呢可以在限定卡包当中抽取 这一期呢我想讲一下两个武将 一个呢是孙上香一个是灵统 为什么把他们两个合到一起来说呢 是因为他俩基本上在出战的时候呢是绑定出战的 而如果你要是抽的话呢 其实他们两个任何一个单独去捞的价值都不是很大 为什么呢这里呢就给大家解释一下 首先我们看一下阿香 阿香呢他在满级不加点的情况下 是拥有203的武力值142的统帅 127的智力外加上137的速度 可以说阿香的这个面板完全就是为了打快弓而准备的 而且弓兵和骑兵双S 可以说阿香基本上只会出现在无奇这一个阵容当中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灵统啊 灵统呢在满级不加点的情况下 他的面板数据呢其实是相对来说更差的 他只有185的武力值 150的统帅 107的智力 外加139的速度 可以说也是一个标准的快攻队伍的这么一个武将 而且灵统的自带战法是让自己和一名队友获得先攻 可以说灵统完全就是为了快攻而诞生的这么一名武将 他跟孙上香几乎是绑定出场的 也就是说只要你玩这个快攻无奇 那么一定是灵统加上孙上香一起上的这么一个状态 因此呢灵统加孙上香的配置呢 尤其只有这么一个 那就是阿香加上灵统加上周泰的一个无奇 其他情况下孙上香和灵统基本上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抽到了都是仓库管理员这么一个定位 而无奇呢 他的这个战斗力呢 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 根据三战模拟大师微信小程序 他的这个评分啊 无奇差不多有84.4分T1.5的一个级别 跟张辽的爆头奇呢是差不多的 但是这个无奇啊 已经是配置非常高的这么一个无奇了 无奇他一般都是上西凉 因为他纯粹就是一个前三回合的快攻队伍 胜败基本上就是 灵统他的这个国士降风到期以后 赢了就赢了 输了也就回家了 所以说啊 这个无奇呢 他其实要求还是挺高的 但是战斗力呢 又比想象中的要低 可以说如果不是特别喜欢 或者是运气特别好 捞到了非常红的孙上香和灵统 其他情况下呢 一般是不推荐玩这个无奇的 因为他的战法占用率比较高 而且他的这个强度呢 也比想象中的要低 更重要的是孙上香和灵统全部都是限定武将 你很难把他俩都凑成这个高宏度的这么一个状态 因此啊 如果说你的目标就是为了在这个双十一返场当中去捞孙上香和灵统 那么如果你是特别富裕的大佬 那你当我没有说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平民玩家 你只是根据自己的喜好想要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呢 我强烈建议啊 你平民玩家就不要去捞孙上香和灵统了 因为他们两个配置要求实在太高 不是平民玩家能够玩得起的 好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关于孙上香和灵统的一些个人解读 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这一期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再见 我们见